現港除了沙灘和河粉之外 附近都有很多文青Café 一次過滿足你拍照和炭咖啡兩大願望 今次我會由回安古鎮出發 一次過帶你去四間Café好好放鬆一下 第一站帶大家去找回失去已久的寧靜 這間ReachingOut其實是一間茶室 一進來你會看到無論它的舖面 甚至用來服侍客人的茶具 都來瞞著一種古式古香的風情 這裡的店員都是龍啞人士 所以桌上放了紙筆和寫有單字的木塊 有需要的時候就可以用這些方法和店員溝通 我點了個越南經典綠茶 淡淡的綠茶清香 沒有太重苦結味 在熱辣辣的夏天喝更加是消暑解渴 在這裡享受胡茶 享受過寧靜的下午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之後我們走過幾步 就來到這間以水果做主題的Café 店舖設計走自然清新的路線 牆上鋪滿了色彩繽紛的水果 這裡主打即叫即整的水果特飲 還有三文治和all day breakfast這些輕食給你選擇 這裡還有越南的咖啡豆和蜂蜜 但因為匯安是旅遊區的關係 消費都不會便宜的了 不過偶然坐下喝下果汁或者咖啡 燒下樹都頗寫意的 第三站和大家捐通捐啦 來到這間隱藏在小巷裡面的Café 這間Café有點難找的 不過認住這個牌 走入行仔就到的了 Café有前院 大部分的座位都是戶外的 而店面的設計有點像希臘小屋 感覺好relax啊 最重要的是這裡會自己烘咖啡豆 而椰子沙冰咖啡是他們的招牌咖啡來的 咖啡味夠香濃 不過就略嫌椰子沙冰味道淡了些 椰子味不算突出 不過都值得試一試的 最後我們回來現港 來到這間走黑白簡藥蜂的文青Café Café樓高三層 設計很有空間感 而Café不同的角落都適心設計 適合打卡 一樓二樓分別設有賣文創商品和服飾的區域 而最頂那層走出去就有露天茶座 坐在這裡看著街景享咖啡都不錯 我就叫了個奶蓋薄荷朱古力 喝起來有很重的薄荷味 又不會蓋過朱古力可可的香味 Café還有很多很精緻的蛋糕 簡直看得吃得又喝得 適合拍照打卡慢慢吃 Café